社區大樓門外 身穿灰色上衣的男子 遭一群員警壓制管束 他用力掙扎 嘴裡還念念有詞 不願意配合 好樂 其實好樂 其實 沒多久一名女保全走出來 關心情況 臉上表情相當委屈 因為就在不久之前 他遭喝醉酒的住戶 錶馬羞辱 快點回去休息了 張天真 在幹嘛 你不要過來 你不要靠近 我們要保持安全距離 員警好聲好氣 請住戶回家休息 但他一個字都聽不進去 胡言亂語 還罵警察不雅 字眼 態度相當囂張 事情就發生在九號早上十點多 桃園中埔二街移出社區 四十四歲的張姓住戶疑死 心情不好 徹夜喝酒 當天早上醉醺醺醺回家 一走進社區大廳 跟保全對到眼 就開始一連串飆罵 女保全聲稱張姓住戶 才剛搬來不久 他們之間並不熟識 更沒有什麼恩怨 員警到場處理 不管怎麼勸 張姓住戶就是不願意回家休息 還繼續恐嚇對方 我跟你講 你什麼都不是 他怎麼會搬你 你根本就不是這種人 他怎麼會搬你 你不要再恐嚇被害了 男子情緒越來越失控 甚至在棋樓狂罵 當場就遭原警醫 妨害公務 壓制逮捕 女保全也聲稱要對他提告 恐嚇及公然誤入 這下等酒醒萬般後悔 都已經來不及 TVBS新聞林志偉蔡欣宇 桃園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